我们来继续看知识点 可行权条件的种类处理和修改 这个知识点略微有点抽象 但是其实也没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到了等待期 授予日大家明白了 这个可行权日是什么 是可行权条件满足的那一天 那么满足了可行权条件 你可以行权了 那一天才叫可行权日的 那问题来了 什么是可行权条件呢 这个条件要是变化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所谓的可行权条件 当然它是针对着非可行权条件来说的 所谓的这个非可行权条件是说 你满足它也不一定行权 你不满足它也不影响行权 那么什么叫可行权条件呢 可行权条件你没满足就不能行权呗 满足了才能行权呗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可行权条件重要 你只有满足它 那天才叫可行权日 只有叫可行权日 你才能定出我们那个等待期是多长 只有等待期多长 你比如全结算先结算 我们才能去算最佳估计数 这都跟等待期有关 我们才能站在局部看全局吗 所以说可行权条件重要 再看作为可行权条件 通常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服务期限的 比如说再在本公司工作五百年 这就叫服务期限 如同压在五星山下 当然将来能出来 这个修成正果也可以 这个是服务期限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业绩条件 业绩条件呢 它分为了是市场业绩条件 和非市场业绩条件 通常来讲跟股价有关的 跟价格有关的 那是市场 我们一说市场都离不开价格 这个非市场条件呢 当然跟价格关系不大 比如说市场占有率啊 利润率啊 净资产收益率啊 等等 这都是非市场条件 大家呢先简单看一下 可行权条件 包括了服务期限和业绩 业绩本身有非市场和市场 这是通常我们最容易遇到的 当然服务期限比较简单 好 我们继续看 作为可行权条件 是指能够确定企业 是否得到职工或者其他方提供的服务 且该服务使职工或者其他方 具有获取权益工具 或现金等权利的条件 这里的业绩条件是指 职工或者其他方 完成规定服务期限 且企业已达到特定业绩目标 才行权的条件 也就意味着 业绩条件呢 通常也包含了服务期限在里面 虽说服务期限条件和业绩条件是平级 但是服务期限条件就是纯期限 它是职工或其他方完成规定服务期限才可行权 服务期限纯期限 而业绩条件里面通常是在一定期限内达到特定目标 那么市场条件呢 是业绩条件的二级科目 是指行权价格和权益工具的市场价格相关的业绩条件 非市场条件呢 是除市场条件之外的其他业绩条件 比如说最低盈利目标等 这是非市场条件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里面 我们要注意这么一个原则 市场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一般来讲不影响对预计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如果上来就给大家讲什么叫预计可行权情况 大家可能会发懵 现在在说 相信大家已经不再发懵了 为什么呢 这个预计可行权 情况的这个估计 就是站在局部 看全局的情况 那必须是估计 你第一年年末 说三年后的事 那不估计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 对预计可行权情况的一个估计 这个市场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不影响对未来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那么市场条件影响谁呢 市场条件影响你那个 权益工具 估计价值的确定 那是肯定影响的 对于可行权条件为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只要满足了服务期限和其他所有非市场条件 比如说利润增长率啊 最低盈利目标啊 等等这些非市场条件的 企业就应当确认已取得的服务 那么非市场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是影响企业对预计可行权情况的估计的 也就是说没有满足非市场条件时 是不应该确认相关费用的 相关费用受谁影响 受非市场条件的影响 满足了非市场条件的 没满足市场条件的不受影响 接着确认 但是非市场条件的是没满足 你这成本费用是不能确认的 我们的市场条件呢 不影响对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但它影响的是供应价值 这个非市场条件 它不影响供应价值 好我们继续看 多项选择题 下来各项中 影响企业对股份支付 预计可行权情况做出估计的 影响行权情况估计的 是服务期限和非市场条件 影响供应价值的是市场条件 所以这里面的服务期限 看好了不是非可行 服务期限和非市场条件 所以它俩才是影响 行权情况估计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B和D 两个选项 我们再来看 二二年教材新增一段话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二二年教材所增的内容 大家先从客观题角度 把握它的精深实质 然后再想发和我们的主观题去对接 应该说没难度 这是些新的变化 要知道 实务中 有的股权激励计划 约定员工需服务到 企业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国 那它也是有时间的 否则其持有的股份 将以原刃构架 回收给企业或者实际控制人 那么 要不然就得卖回去 该约定表明 员工需完成规定的服务期限 方可从股权激励计划中获益 这就属于可行权条件中的 服务期限条件 认定这是服务期限了 就是说 你需要服务到什么时候呢 首次公开募国 这就是给个十点 从今天开始 到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国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咱现在不确定 总之是给了时间了 这个就纯粹的是服务期限条件 而 企业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国 属于可行权条件中的 业绩条件里的 非市场条件 一个是要工作到那个时间 这叫服务期限 而到这个时间不行 还得是成功的 成功的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这个公开募股 还是首次 还得成功 这个呢 不是股价 是募股 所以它是个非市场条件 加在一起 是服务期限里面 达到一个非市场条件 其实它是业绩条件 要是单纯说服务期限 它就是服务期限 而服务期限 加上了非市场条件 它是业绩的 因为这个业绩条件里面 包括了市场跟非市场 对吧 你的业绩条件 是在服务期限之下达到的 所以这是个业绩条件 它不是单纯的服务期限条件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且应当啊 合理估计 未来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的可能性 即完成时点 这个完成时点 就是你那个可行权日等待期 对吧 那么将授亿日 这是确定的 到该时点的期间 作为等待期 并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付业日 对预计可行权数 做出估计 确认相应的股权激励费用 等待期内企业 估计其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的 时点发生变化的那 应当根据重复时点 确定等待期 变化就重新调整 那么 截至当期累计 应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 扣减前期累计已缺的金额 所谓当期的股权激励费用 这就是我们站在局部 看全局 然后扣掉以确认 便是当期 这思路跟我们前面讲的 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看 在这里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以授予的权益工具的 条款和条件 怎么修改 因为我们这条件呢 接下来就说一下修改的事 别管怎么修改 这是一个原则 甚至取消 权益工具的授予 或者结算 取消也好 结算也好 我们都要作为 这个 加速行权处理的 别管你是取消还是结算 企业呢 都应至少确认 按照所授予的权益工具 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来计量获取的相应服务 你就是取消了 就是结算了 也都应该至少啊 确认 按照授予日的权益工具 来计量的相应服务 这个要从客观踢角度把握它 那么除非 不能满足权益工具的可行性条件 比如说除市场条件之外 因为市场条件呢 不影响它 是非市场条件 而无法行权的 这个除非 无法行权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满足不了可行权条件 在满足不了可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咱要是给它取消了 那属于叫作废 一般的取消 愿企业 你给了个计划 达成了协议 你取消啊 那得对企业有一定的 惩罚性的会计处理 你不能 这个准则是保护弱者的 是倾向于职工的 你这强势 那肯定不照顾你 但是反过来 这事要是取消了不愿企业 是愿什么呢 是职工根本就不能达到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咱叫作废 作废跟取消是有区别的 这一除非 这说的是那作废 要不是作废的话 那叫取消 取消咱要按照加速行权处理 而作废 这事就没了 把你原来做过的可以冲回 作废可以冲回 取消不能冲回 但要注意这作废跟取消的区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行权条件修改的一些具体情形 当然作为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修改呢 对于职工而言是有利的 我们是站在职工角度来说啊 一类是对职工不利的 你猜也能猜出来 刚才老师也说了 我们的准则是保护弱者的 弱势的 对职工有利的 这准则肯定是支持 对职工不利的 这个要对职工保护一下 我们看是怎么保护的呢 来一起看 首先你要是企业啊 给职工有一个股权积累计划 然后后续呢 你增加了授予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给他的股份支付 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原来比如说10块 现在你涨了15 那职工一定说 你再多长点我也没意见 为什么 对职工有利 这种情况下 我们准则怎么说呢 企业应当按照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的增加 相应的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这一句话很原则 我翻译过来 比如说原来受益率的供应价值是10块 现在你不是变成15了吗 你又涨了5块 你呢 10块的计划还是那个计划 涨这个5块 你要增加一个新的股权激励计划来看待 其他的估计的数啊 这个负数啊 什么都不变 就这供应价值涨这5块 单独做一个计划来看待 我们是10块钱一个计划 5块钱一个计划 把它单纯看一个计划 相当于啊 你又给职工加了一个计划 那对职工当然有利了 我们再看 那如果是增加权益工具数量呢 请当将增加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相应确认为取得服务的增加呀 那这时候 你比如说原来给的是10万份 现在又增加了2万份 那好 10万份的计划不变 记得不变 你多给这2万份 按照一个2万份的计划 重新考虑 相当于又加了一个计划 那对职工来讲 当然高兴了 来看 修改可行人条件 比如缩短了等待期 企业在处理可行人条件时 应当考虑修改后的可行人条件 什么叫缩短等待期呀 比如说本来是3年期 刚到第二年年末 你说缩短了变成两年期了 职工都高兴了 是不是啊 因为你让他三年后才行全的 现在你说两年期了 那好吧 从今天开始 咱就当这计划变成两年的了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三年期变成两年的了 那就在第二年年末 算一个整个费用下来 扣掉第一年的 算第二年的 那就成了吗 另外呢 这个已经到了可宣日了 我们这计划就可以行全了 对职工来讲都是有利的 所以说 咱简单归纳一下 可行全条件的修改 如果是有利于职工的 增加供应价值也好 增加数量也好 增加的部分 看成是新计划 我们来继续看 那么不利于职工的修改呢 要是不利于职工的修改 比如说减少受于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那么应当继续 以权益工具在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 确认取得服务的金额 原来权益工具供应价值10块 现在你愣起来8块 那很显然对职工来讲 价值降低了 这个准则说了 还按10块 听好了 还按10块 就当没这么回事 还按照继续以权益工具 在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确定 这是减少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那么要减少数量呢 原来是10万份 原来10万份 现在减去3万份 还剩7万份 那怎么办 这7万份还按照原计划走 减少那3万份 当成是一个 立即可行权 怎么理解呢 应当将减少部分作为 以受益的权益工具的取消来处理 所谓取消来处理 那就是立即可行权呢 比如说你原来是三年期 到第二年年末 你原来10万份 现在变成7万份 那你减少3万 你减少这3万 就把这3万看成是个两年期的 到第二年年末 人家到期了 减少这3万份 成两年期的到期了 没减少那7万份 接着走还有一年 所以说到期这3万份 这既然已经到期了 那么他就按照两年期来考虑就成了 那你不是说不利于职工不处理吗 这个作为取消处理 对职工是有利的 有利咱就处理 一个不利的修改 这个处理却变成了有利的处理 同样道理 一笔说 修改可行权条件 延长能代期 那么修改可行权条件 如延长能代期 企业在处理可行权条件时 不应考虑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 那是肯定的 你说你延长 那不行 原来三年 你说我给你上来上来变成五年吗 准则说还得按三年 你说五年变三年吗 准则说可以 你要说三年变五年 准则说还得按三年 这个是不考虑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的 这是对于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在修改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这个计划的取消 或者加速行权这样一些概念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刚才说的作废 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详细看一看 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取消或决算 所谓的取消或决算是指 将取消决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 立即确认原本应在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当然因为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 括号里这个这句话 可以翻译为了叫作废除外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原本你是三年期的等待期 现在你呢 到第二年年末你取消了 就是说你的计划原定是三年 你第一年年末你是乘以三分之一 你第二年年末你要按照三年去做的话 你怎么做 你是除三乘二减去第一年的 是不是才第二年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第二年年末你给取消了 你要取消了的话 就相当于咱们一个三年期计划 现在变成了两年期计划 要是变成两年期计划的话 第一年的你已经确认了 第二年的呢 你就按照两年的来考虑呗 按照你那个行权人数 乘以分数 乘以受益率的供应价值 算出总的费用 总费用减第一年的 那不就第二年的了吗 做法不一样了 当然你把这些都确认完之后 你要是 这叫可行权 你这肯定不行权了 因为你取消了吗 你取消了不行权 你随便取消了不行啊 你得向职工去支付 一行存款 所以呢 在取消或结算时 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 咱代计一行存款 那么作为权益的回购 借记什么 借方就是把你在前两年里边 原来是三年 把第三年取消了 还剩两年 但你第一年已经确认了 一个资本攻击了 第二年又确认一个资本攻击 你把这两个资本攻击冲掉 借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代议行存款 那么这就是权益的回购 如果你支付的金额 高于权益攻击 在回购日的供应价值部分 记住当期损益 如果你花的钱 资本攻击加在一起 借资本攻击 代议行存款 差额走 当期损益 如果这个取消 不是企业的原因 是职工就根本达不到条件 咱们就作废了 咱要作废的话 你比如说你第二年作废的 你第一年不是已经确认了 一个资本攻击了吗 那你就把那个冲回去 第二年既然作废了 第二年就不处理了 咱作废的当年不做处理 上一年的可以重回 那叫作废 如果是取消的话呢 三年变两年 把总的成本费用算出来 减去第一年的 算出第二年的了 算出总的资本攻击 然后把资本攻击冲掉 借资本攻击 代议行存款差额 走当期损益 分路是这么做的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对这个取消和作废 做一个简单的规纳和对比 我们来看啊 取消往往运行企业的主动行为 这是怨企业 为了防止企业随意取消股权激励 准则规定将取消作为 加速可行权处理 将剩余等待期内 应确认的金额 立即进入当期损益 什么叫剩余等待期 立即进入当期损益呢 三年期 一年两年三年 假如是真三年的话 你第二年 比如在第二年取消的 第二年取消的啊 你要是真三年的话 你第一年是乘三分之一 第二年是乘三分之二 减第一年 第三年是算数总数减前两年 对吧 那说明 你第三年还有个成本费用没确认呢 现在如果改成两年期的话 那就是说你到了第二年年末 你把那整个费用算出来 扣掉第一年的就算第二年的 那不相当于把原来准备在第三年 确认的费用寄到第二年了吗 就这道理 你变成两年的那个总费用 跟你当初的三年总费用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却减去第一年 你变成第二年了 你就相当于把第三年的费用 给它寄到了第二年了 所以呢 就是将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寄入了当期损益 那么作费呢 作费是源于职工 没有能力满足提前设定的可行券条件 于是对作费的股权几率 会冲销以前确认的相关费用 假如说这是三年期的 到第二年年末作费的 你第一年已经确认了成本费用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攻击 第二年年末一作费 第二年就不确认了 既然已经作费了又不愿起 这事就算没了 过去了 那么第二年不确认 但第一年已经确认 那个借管理费用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怎么办 反冲回去 什么时候反冲 只有作费时才能反冲 就是前面咱们括号中那个情况 那是作费 这大家要把它区分开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选题 下来关于股份支付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表述正确的有 A选项 增加授予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 增加对职工有利 请他按照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增加 相应的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这没毛病 减少授予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 这对职工不利 请他按照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减少 相应确认取得服务的减少 不对 为什么呢 减少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 还得按原权益工具供应价值 所以它是不对的 增加没问题 减少是错的 我们来继续看 在取消货结算时 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 均作为权益的回购 没毛病 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 在回购日供应价值的部分 进入当期损益 没毛病 就是这样的 B选项正确 继续 C选项 如果向职工授予新的权益工具 并在新的权益工具 授予日认定 所授予的新权益工具 是用于替代被取消的权益工具的 且应当以 处理原权益工具条款和条件修改 相同的方式 对所授予的替代权益工具进行处理 这说法是正确的 D选项 如果回购职工以可行权的权益工具 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该权益工具 在回购日供应价值的部分 也记住当期费用 正确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BCD 三个选项 当然上述内容 我们主要是从客观体角度 来把握有关知识点就成了 关键是要理解什么叫加速可行权 为什么取消结算叫加速可行权 这个加速可行权是怎么加的速 什么是作废 什么是取消 两者有什么区别 大家要掌握 好 我们来看计算非敌 A公司一家上市公司 2019年1月1日 公司向其20名管理人员 每人收益了10万份股票期权 好 股票期权 看哪 告诉我们股票期权了 告诉股票期权什么意思 这是个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吧 并且是19年1月1日 这一天可是受益日 这些职员从19年1月1日开始 在该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 三年 这是等待期 就可以4元每股购买10万股 A公司的股票 4元是行权价 10万股是那个股票期权的份数 这都有用 对吧 从而获益 A公司估计该期权在受益日的供应价值是18.75 故意的啊 给个有零有整的小数 吓唬吓唬你 其实它是有用的 因为呢 它是受益日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既然我们认定它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受益日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就是非常有用的了 所以这18.75有用 咱接着看 2019年共有两名职员离开A公司 19年走了两个人 A公司估计剩余等待期内还将有两人离开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他说的是三年期 一年两年三年 等到第一年年末时 明明看到第一年走了两个人 但是剩余等待期还有两年呢 他认为未来两年还得走两人 所以是站在第一年年末 站在局部看全局 认为一共走四人 所以要问你19年年末 估计我们整个三年下来会剩下多少人 那当然剩下是16人了 19年当年走两人 估计还得走两人 总的是四人 所以是16人乘以十万份 再乘以18.75 三年期乘三分之一 这就是你19年当年的 好再看啊 20年又有一人离开 那是19年走两人 20年真走一人 20年年末 看到走三人 公司估计剩余等待期内不再有人离开 那就意味着20年年末 我真正的认为整个下来是17人行权 所以你别看你19年年末用的是16人 你的20年年末你得用17人了 我们继续看 假定 A公司20年1月1日将收益日的供应价由18.75修改为21元 太好了 每份涨了2.25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这三年期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在21年1月1日 涨了一个2.25 这2.25我们理解为啊 它是从今天给的有一个两年期的 这是个两年期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原来你不是有个18.75吗 那18.75你仍然按三年期走 比如说你到了第二年年末时 你那18.75的是个三年期的 那就除三乘二减第一年的是第二年的 还是一个套路 但是你呢 在第二年年初增加的这2.25 它是个两年期的 既然是两年期的 你在第二年年末 那就是两年期中的一半 它这2.25 你别忘了乘以二分之一 怎么一个惩罚 咱一会再说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啊 计算2019年年末和2020年年末 应该确认的相关费用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路 好 我们来一起看 首先 19年年末 刚才说了 19年走两人 预计还比走两人 所以这是站在第一年年末 预计出的总的三年下来 16人 这叫站在局部看全局 预测的是整个的16人 对起来讲这是一项义务吗 那么这16人 10万份 每份18.75 乘以三分之一 这就第一年的 所以最后我们是 1000 借计管理费用 代计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1000万 这是19年年末 我们来继续看 到了20年年末呢 20年年末刚才分析过了 那么20年年末 我们看到第一年走两人 第二年走一人 认为第三年本人走 所以这17人 17人乘12份 再乘以18.75 18.75除三乘二 这是前两年的 记着 有人说这不是20年 1月16加了2.5吗 可以当成是两个计划 17人乘10乘18.75乘以三分之二 减去第一年的 当然先别着急 我们最后统一减 还要再加上一个 17人乘以10万份 再乘以2.25乘以二分之一 还记得不记得 这2.25是个两年期的 因为你是三年期的 第二年年初 这不就变成两年期了吗 两年期的第二年年末 对于两年期来讲 这不就是相当于 两年期里的第一年年末吗 所以这要乘以二分之一的 那么人数还是这个17人 分数还是十万份 但是这个金额 2.25单算 这就好比是给了个 2.25的单独计划 你看 我们这呢 这不就是一括号 括号里边乘以18.75乘三分之二 加上2.25乘二分之一 前面是17人乘10 给拿出去了吗 把这俩加在一起 减去第一年的一千 还剩1316.25 所以我们20年是借记 管理费用 1316.25 代替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1316.25 应该说呢 这道题就完美的解析了一个结论 当你修改条件对职工有利 增加供应价值时 增加那部分当作是一个新的两年期的计划来看待 当作个新计划来看待 咱再继续看 成钱力 还在这个利息计算啊 假设A公司20年1月1日将所受益的股票 其全数量由原来的10万份修改为20万份 别的不改 18.75不改 刚才不是涨了2.25吗 现在不说2.25的事了 咱就增加份数 12万份改为20万份 假设呢 又 假设受益日的供应价值还是那18.75 问20年年末确认多少相关费用 咱来看一下啊 原来是三年期 一年两年三年期 在这个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呢 又涨了个10万份 原来是个10万份 只有涨了个10万份 那说明原来10万份你还按照三年走 原来10万份按三年走的时候 比如说你到第二年年末 你剩17人 17人乘10万份 17人乘上10万份 乘以受益日的供应价值18.75 乘完之后呢 咱是除三乘二前两年 有了吧 这是在那个10万的计划 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而你第二年年初增加这10万呢 你把它看成是个两年期计划 怎么一个两年期 20年年初三往下走 这不两年期吗 这两年期计划 如果到20年年末时 相当于是两年期计划 完成了一年 所以这10万份乘以17 乘以18.75 别忘了再乘以一个二分之一 加在一起 把刚才那10万份的 跟这10万份的加在一起 讲究你上一年的一千 就是你第二年的 咱来一起看一下 17乘18.75 挥号里面是乘以10乘三分之二 我们就是除三乘二前两年的 这是三年期的 是除三乘二 那两年期的呢 再加上一个10 还是那十万份 乘以二分之一 其实是除二乘一 对吧 除三乘二 除二乘一 前面这叫三年期的 这是个两年期的 相当于是两个计划 加在一起之后 减去第一年的一千 还剩2718.75 所以呢 你要这么改的话 我们就借记管理费用 2718.75 代替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2718.75 应该说这一问 告诉我们 还是有利于职工的修改 增加这10万份 当作是一个两年期的 新计划来看待 这就对了 那么通过这道题呢 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们所谓的一次授予 分次行权 分几期就当几个计划 那么这几个计划 到期末时 你分别来看 它合在一起 就是你当期的费用 等后续我们用例题 再来说这件事情 好 我们来继续看 这段内容 是我们二二年教材新增加的 这是关于呢 我们这个可行权条件和条款的修改内容的 来一起看啊 有些授予条款和条件规定职工 无权在等待期内取得股份的 等待期内无权取得股份 则在估计所授予股份的供应价值时 就应于考虑 有些授予的条款和条件规定 股份的转让在可行权日后受到限制的 则在估计所授予股份的供应价值时 也应该考虑这个受到限制的这个因素 但不应超出熟悉情况且自愿的市场参与者 愿意为该股份支付的价格受到可行权限制的影响的程度 另外呢 在估计所授予股份在授予日的供应价值的时候 不应考虑在等待期内转让的限制和其他限制 估计受予日的供应价值 这个供应价值的时候 不应该考虑这个限制和其他限制 那么因为这些限制是可行权条件中的非市场条件规定的 因为非市场条件不影响供应价值 不影响股份的供应价值 所以是这样一个原因 当然这些内容啊 大家要从客观体角度来掌握 因为这是我们二二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别管怎么说 毕竟这是新增内容 新增内容就值得我们格外的应该去关注它